以前的那個SUV來講 Toyota的基本上都會開暈車 甚至於自己開自己暈 不要講乘客 你說駕駛耶 真的真的 以前我妹的RX350 一開始 他交車之後我們就帶他去 結果我們去掃墓嘛 然後 他說他會暈車 他開車會暈車這樣 那我說沒關係那我來開 結果我暈車 是 你自己有沒有補油門 我 你有沒有拉四輪華儀 我已經非常的這個黃金右腳了 但是他還是會暈車 但是現在新TN街 開起來真的不一樣 新的RV4啊 或者說新的Lex都很棒 對不對 那相對之下我會建議的話 如果是可以啦 因為我們就 講SUV因為車高比較高 所以乘客坐只要是 擺動大一點 基本上都會暈車 所以就是 防勤感我們會來改下去 改下去就好了對不對 不是 現在新車不是 是大部分都已經在懸吊上面 做了很好的調教了 所以如果再加防勤感 我做了調整 對 如果改防勤感的話 要減少側傾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防勤感 現在也開始有國產的 這個廠商開始做了 像CRV啊 或者是RV4 他們都有開始在生產 這樣子的防勤感 我有聽說ST Line 是不是後座乘客做起來 有些人反饋是比較不一樣的 沒錯沒錯 確實我我也有買 那你是扭力量的那一款 對對對扭力量 那小溪也有 溪哥你是多連感還是扭力量 你也是扭力量 那確實我們開在前面的人 真的沒有感覺 那有一次就是真的帶了乘客 那他們就說在後面 確實會比較硬一點點 對 包括他比較大的輪胎 對 但是你這個時候 你就可能要換懸吊 讓他放軟一點點 其實其實他操控還是很好 所以即使放軟了也不會太差 對因為兩位車友 好像開的感覺都是挺不錯的 反饋也很好 那但是你講到改房型感 改這件事情不是人人都能改 你要一點基本的Sense 因為我不像童哥 每天都泡在改裝的世界裡面 我也不像德哥 隨便跟他講什麼都唬不了他 改房型感也是有注意的地方對不對 我要先講 就是可能大家會覺得 改車好像很好玩 但有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你的車懸吊要發揮原本的優勢 有一個前提 你車體的剛性要好 我舉我的例子 我臨時第一台車 大發心向 因為我那時候買車 近前我看片所有的汽車雜誌 那時候有一個偶像 今天很剛好坐我對面 不是你啊 他當用大發翔瑞在走比賽 然後他就說這台車 多好多好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不錯 我就買一台 然後買買我就覺得 也是要改 我那台改得很像DTM廠車四樣 對 四樣 只有雨刷下 雨刷中間 然後燈都燻黑的 然後那個尾管也是可以烤肉 然後我就覺得 那車要LOW DOWN 結果LOW DOWN 惡夢就來了 我改口罩之後 三個雞子倒閉完 就是底盤下面的臉桿 然後開一開就覺得 怎麼有聲 我又去跟店家 跟那個玩家說 你是不是不給我看 我說怎麼會有聲 他說怎麼可能不給你看 你就在旁邊看 我說也對 怎麼還有聲 眼見微平 對 我們就撐起來 大兩列 就是它的車台 其實本來就是比較脆弱 它剛性沒有很好 但是你改的東西 已經強過它車體 能夠承受的極限 它只好死給你看 對 它用死劍 告訴你 我的極限已經這樣子 你不能再改了 對 所以我跟你講 不是說房間改越出越好 避震器改越硬越好 不是 還是要對應車種來做搭配 還有你的駕駛習慣 對 就是其實駕駛 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車子自己本身的體質 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現在我總歸到最後 你會覺得在山路上 你能夠不會讓 坐在後面或旁邊的人 暈車的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避震嘛 乃哥 你有形容避震在你心目中 就像高中生一樣 避震器要跟高中生什麼東西 高中生喔 你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高中生是給我們 什麼樣的感覺 高中生就是 青春洋溢活潑 軟Q 這個是最重要 所有的避震器來說 剛剛葉明德已經說了嘛 這個你改得太硬 可能車身控制不了 但是有時候太軟太硬 要抓到一個中間點 就像高中生 你太年輕 不夠成熟 太老又沒人喜歡 像我們這個年紀已經過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 適中的甜蜜點 跟車也是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譬如說 像休旅車的話 KIA的KIRENS 或者是現代的土上 它在原廠就搭配一個 叫SARS的避震器 不要小看喔 這個避震器裝上去 跟煤裝的版本 因為它有最高標材是配這一個嘛 這兩台車開起來 你會以為 一個就是老先生 一個就是高中生 感覺它不同車了喔 完全就是不同車 雖然是同一款車 但避震器的不同 就會差別那麼大 尤其像剛剛 因為我也有一台Focus 我也是扭力量 扭力量在什麼時候 它會很難過呢 就是左右凹凸不平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獨立式 但是這有方法解決喔 我也不要去動避震器 我把它改成那個 它下一階 17吋的輪胎的時候 我會發現 它就很舒服了 它的彈跳感 就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說在整個車子來說的話 其實底盤的懸吊 應該是在人因素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 各位跨界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你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受到最新的通知 更多的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